RayTV 大家見過頭嗎 今天來跟大家開箱的是這個東西 我要從必須用購買的 大家看到我用必須用 其實有一段時間沒有從必須用購物 已經好幾個月了吧 然後呢就是剛好買這個 其實這個東西呢 我原本想要在Shopee啊 或者是其他賣家購入 可是我覺得 其他價格好像也沒有差很多 可是比如說像是你在蝦皮上買的話呢 到貨日期可能就會有 三到七天啦 或比較沒有那麼方便 那差個 我記得好像是差幾十塊而已 然後PC用的話呢 原本他是沒有貨的 那我就過幾天之後呢 再刷一次 他最近補貨了 所以呢 我就從PC用上面直接購入了 因為這個是我昨天晚上 好像是大概六七點的時候吧 購入的 然後今天下午 現在時間呢 十兩點多 剛剛郵差送來大概是一點多 就已經送到我家裡買了 所以是相當快速方便啦 這個是推薦給大家 如果價格差不多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PC用去購入 那有一些東西呢 我會認為說 你可以用那個 用其他方式去購入 比如說什麼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喔 比如說啊 像這隻小米的牙刷 這隻台灣有賣 就是台灣他沒有賣這個顏色 台灣只有賣整隻白色的 然後大陸版的話呢 他有藍色 粉色跟白色三種 那最主要是價格啦 因為這個東西我沒有 那天我覺得說 我沒有記得要開箱它 所以呢 最主要是價格差蠻多的 台灣好像是賣900多塊的樣子吧 那... 那時候我看到的時候呢 是有做特價 我忘記是官方還是PC用做特價啦 然後 特價的價格是800多塊 結果呢 我就是在蝦皮上面啊 搜尋 結果就是只要600多塊而已 一般蝦皮正常賣的價格啊 還比他們在PC用 官方網上 特價還要便宜 所以呢 我就透過PC用 透過蝦皮去就購買了 那其實蝦皮的東西很多啦 大家可以看到 小米的充電器啊 小米的移動電源啊 小米的刮物刀 其實它大部分的東西 我不只這些東西啊 我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都使用小米的 大部分的東西都還不錯 那我 像這些我覺得都還蠻好用的 那這打鐵器就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家裡面 沒有那種電動打鐵器的話呢 建議大家可以購買一台 放在家裡就使用 我拿來打汽車的啊 那它打機車的都很好用喔 然後我覺得 比較不好用的是這個而已啦 這個它的 可能是我還沒有習慣 這一種 往復式刀頭的 我覺得刮起來 要刮乾淨的話呢 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不過呢 我之後再研究看看啦 看它是不是用 什麼方法 或者是說 還是這種 這種往復式刀頭 就只能做這樣子而已 OK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接下來進行 這一個的開箱吧 這個呢 其實我很久沒有研究 他們的那個 攝影機的 那以前的攝影機呢 我買過 大概有賣900多塊啊 到1000多 出手的 都還蠻好用的 那 我一開始看到這個 就覺得 還好就一般的攝影頭也 那後來看價格之後 喔 驚艷了一下 因為它只要賣 不到700塊 695的樣子 價格呢 比之前的都還要再便宜了 那我就大概 簡單研究一下它怎麼做的 那其實很簡單的 它就是把這個 以前呢 攝像機都可以左右移動嘛 上下左右移動這樣子 那現在就把它改成固定式的 那所以呢 它就省去了這些 零件的一些成本了 所以它就可以降價它的那個 售價了 其實說實在的 我之前用的結果啦 說實在的 你也不會沒事去調左右 調上下嘛 那大部分呢 都是像這樣子固定式的就夠了 而且 那這個呢 是採用磁吸式的 磁吸式的 磁吸式的 它沒有像那種 一般轉的那種 它會有固定角度啊 或者怎麼樣的方式去做 那這個是比較好用 等一下拆箱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個呢 鏡頭呢 是2K的解析度 旁邊都有寫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2K的解析度 然後 廣角的話呢 是125度 然後有夜視模式 然後另外一邊呢 這邊寫著 這個 呃 有支援 可以 呃 比如說你用在某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跟對方做通話 比如說跟 家裡人啊 或者是 狗狗貓貓啊 這樣子 然後 這個有支援H.265啊 那265的話呢 它的壓縮格式就會比較小一點點 壓縮的大小會比較小一點點 這個是還蠻OK的 OK 然後後面就是它的規格 給大家看一下 還蠻簡單的 這支盒子 比我想 比我想像中還要小一點點 有點迷你 打開了 好不錯耶 它有做這個海綿 保護這個鏡頭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它 小米系列有這樣做的 它可能是因為 因為它塞的蠻緊實的啦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浪費空間的 所以 它加上這個去保護這個 因為它原本是這樣子 原本是這樣子 然後 去保護這個 讓這個鏡頭啊 就比較不會 去撞到 去做受傷 這樣子 OK 那我先把它拿出來 OK 它拿出來呢 就像這樣子 這一個呢 就是 保護鏡頭當中 就是一個 支架而已 然後它原始 這樣子 它就一顆 半圓形的 應該 應該是一個圓形的 然後呢 沒有任何的支架的地方 採用磁吸式的 等一下做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 後面呢 是採用Type-C的接口 終於採用Type-C接口啦 其實很多小米的東西 我一個缺點就是 它沒有採用這種Type-C的 採用就有這種Micro-USB 那USB它就很麻煩 我們之後還要另外準備一條線給它 會比較沒有那麼方便 像這個呢 我就直接拿手機充電 就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用 使用使用了 然後呢 這裡呢 有一個USB的 記憶卡的 啊 不是USB 是TF卡 直接插上TF卡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 會有一個厚厚的說明書 滿厚的 然後裡面還有 充電線 然後還有一個 磁吸的底座 拿出來給它 OK 那我現在呢 把東西全部拿出來了 它總共有一個本體 然後還有底座 然後呢 定了這個是 10C式的一個黏貼片 它可以黏在一些你想要黏的地方 這個等一下跟你說明一下 然後呢 還有附一條USB C to Type-C的這個 充電線 然後另外一本說明書 大概大致上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呢 這兩個呢 它剛才講 它是完全沒有底座 它怎麼連接呢 很簡單喔 它就這樣子 它直接磁吸吸上來 而且 磁吸之後 你就會調整任何的角度了 就還滿OK的 就是 那個角度去調整一下 然後這個底座的部分呢 它是可以 比如說這樣子好了 這樣子 這種鐵的部分的話 你看金屬材質啦 它就可以直接吸在上面了 而且還滿牢靠的 基本上 它的磁力算是滿強的 喔 它也沒有很好薄 你看 大家可以聽到這聲音 它其實沒有很好薄 所以 滿牢固的 你只要黏在你想要的地方 比如說一些金屬的地方 在上面 這樣就可以了 還滿方便的 那 它為什麼要附這個鐵片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要附這個鐵片 那假設呢 你要黏在牆壁上 它本身是沒有金屬的 你就可以靠這個鐵片啊 然後這樣子 不用這個地方 把它吃起來 去黏在你要的地方之後呢 假設這個地方呢 是我們黏的牆壁 然後黏上去之後呢 就這樣子它就直接吸上來了 就是可以固定在牆面上 就是說這個是拿來讓你 在使用在有些非金屬的部分的話呢 就可以用這個來做固定 然後它的安裝方式也非常簡單 就是把電線啊 插上去之後呢 連接機器 然後呢大約等待大概 對 它就會出現這些提示的聲音了 然後呢 再用你的手機 然後打開你的名字APP 然後去掃描底座上面這個 底座上面的這個QR Code的話呢 它就可以做連接了 那我們操作一次可以打開一下吧 就是手機呢 你打開你的名字APP 然後打開右上角 然後有一個新增裝置 然後就掃一下 放這裡 然後去掃描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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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連接 嗯 現在用兩台攝影機比較不好找 等一下 稍微掃描高一點點 嗯 奇怪 怎麼沒有掃到呢 等一下 它這個QR嘛 做的比較小一點 所以對焦比較 不是那麼好對焦 它多對幾次就會對得到 對焦完之後呢 就會出現這樣子 小米智慧攝影機的標準版 然後呢 它就會顯示 要你常按底部的reset鍵 就是按 這台攝影機底部的 它有一個按鈕 這裡有一個reset鍵 要把它按下去 我剛剛真的找東西想要戳那個孔啊 我就發現啊 它這邊顯示 第一次呢 綁電啊 無需按 就可以直接進行下一步 那我就直接進行下一步 然後接下來呢 它就會用你連接 路由器 然後你就選擇了你的路由器 一輸入你的Wi-Fi的帳號密碼 進行後呢 就可以進行下一步 然後這裡呢 它就選這個 然後你就直接按連線 它就會自動進行後面的東西 其實自動在安裝上還蠻簡單的 Wi-Fi信息獲取成功 OK Wi-Fi network 無線網絡連接成功 大概啊 通常這個要等一下 對 上面這個藍色圈圈跑完 然後大概就完成了 欸還蠻快的 我本來想說可能要等一下的 然後這邊就進行 它問你要換換它哪裡 那我就把它設定客廳回來 然後呢 下面有一個四位快速輸入型機 然後我就直接不改它 直接按下一步 然後直接按下一步 然後 開始體驗 OK 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可以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畫面嗎 這裡 可以直接這樣 看到了 還蠻OK的 畫質看起來是OK的 OK 那接下來其實超速減多還蠻簡單的 因為這是米家很一般 基本的啦 其實說 就很簡易啦 然後它可以 幫它做拍照 錄影 然後呢 也可以去做雙向對話 不過現在我比較近 如果按下這個 可能會有一些回音吵雜喔 我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兩個不能靠在近了 這是回音的東西 所以 它是可以直接 直接在手機上跟 這個攝像頭 對面的人啊 去做一個 簡單的溝通啊 雖然說 這個好像會有一點點的延遲 可是不會到太嚴重啊 啊 不過不好意思 今天沒辦法測試 其他詳細的功能給大家了 因為 我忘記 買記憶卡了 因為它這個的記憶卡 這邊有一個主存管理 然後 它的記憶卡呢 是要支援了Crisis以上 Crisis以上 然後要到達151或153等級的 然後但是它只支援16G到32G而已 不過網路上有人說啊 它好像可以支援到64G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因為我現在手上的記憶卡都是128G啦 那128G應該它是不能用的 它應該 我們就按照這個規格好了 因為這個規格的記憶卡也比較便宜一點 我等一下呢 再去 昨天忘記買了 昨天忘記在PC中間直接購買啊 因為這樣子直接買會比較便宜一點 OK 然後就買一張記憶卡之後呢 一些詳細的功能啊 再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 還會再 順便測試一個功能 因為我當初我喜歡買這個功能 就是 它這個功能呢 它直接可以從 家裡的65吋的小米電視上 直接去看到這個的 攝影機 啊 我現在馬上去樓下測試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OK 這個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說的功能 你可以邊看電視啊 邊看那個 監控畫面 等一下呢 我是這個是PIP螢幕啊 這裡大家看一下 就是剛好剛放攝影機 在樓上的一個攝影機 不過啊 蠻可惜的是這個攝影機的設定啊 沒有到 好像台灣區域上還沒有支援到完整的 正常的話應該是這樣子 打開攝影機 它應該就會打開攝影機的 可是它就出現沒辦法設定這樣子 可以看到畫面上這個呢 但是我現在把攝影機啊 安裝在三樓 我們 我爸媽養貓咪的這個房間裡面啊 那當初想要買這個攝影機的原因 就是說欸 這價格也不貴 然後又可以方便簡單的 快速的 可以做使用這樣子 然後又可以連動 小米的電視去做一個使用 然後這樣就可以讓 爸媽每天就是 關心貓咪的情況的時候呢 就啊 可以不用爬三樓 因為老人家爬樓梯也是很累的 所以就是說 減少他們爬樓梯的次數 然後可以順便看 貓咪的情況 這樣子 啊不過格子也是 它現在跟小米的電視啊 它沒辦法直接用語音打開 那我再研究一下 我再看看是不是台灣的 可能軟體要升級啊 或是什麼原因是類的 因為我看到 其他好像有人用到了 那我再研究一下 看他們怎麼做使用的 如果說 研究出來的話呢 再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散喔 OK 那這邊簡單的 小米攝影機的分享 開箱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RaiTV